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事件回顾在昨天晚上深夜 美济查拉尼亚报道 由于心脏存在问题 篮网前锋阿尔德里奇宣布退役 要知道 阿德才为篮网打了5场比赛 就这么仓促的选择退役 这在整个NBA也是罕见的 实际上 在阿德为篮网出场的这几场比赛中 阿德的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 比如说 对阵醍醐时 阿德仅出场23分钟 就砍下了22分 阿德在出生时 就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疾病 阿德表示对阵 无人的那个夜晚 心脏不适 是他经历过的最恐怖的事件之一 阿德退役 篮网会怪他吗 对于篮网来说 阿德选择退役 确实对球队的阵容有一定的影响 而且篮网现在去寻找合适的心源 也不是那么好找了 那么蔡老板是如何回应的呢 篮网对老板蔡崇信 更新了最新的个人社交媒体 致谢阿尔德里奇 蔡老板表示 虽然阿德在篮网的时间非常短暂 但篮网对仍旧感谢阿德带来的领导力 一入篮网 终身篮网人 篮网总经理也发表声明 他表示 阿德的健康比比赛更加重要 阿德是在咨询过大量医学专家之后 才做出退役的决定 最后 蓝网总经理 还祝福阿德在退役之后 和家人过上 幸福安康的生活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